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5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有鉴于聚会所对部落重要性 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所核定支持新增加的 台东县内六座聚会所规划设计 15号的上午 原民会特别召开了台东县原住民族部落文化聚会所 办理现况的记者会 由主任委员一将八路儿亲自的说明 新增规划设计的核定情形 台东县长饶庆宁也表示 希望和部落及各乡镇施工所 共同努力来推动 以保存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 15号上午 原住民族委员会召开台东县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区会所 办理现况记者会 在楚音文化艺术团表演四首阿美族传统歌谣中 揭开序幕 原民会主委一将八路儿亲自说明台东部落聚会所办理现况 由行政院核定台东县政府以1.5亿元经费办理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区会所建筑美学计划 原定新建此次座部落聚会所 台东县政府于107年10月提出修正计划 经原民会审查后获得支持 将新增6座部落聚会所 主要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记者会能让我们的部落主人了解到 他们已经期盼非常多年的新增的6个部落我们已经重新核定了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第二个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已经核定了我们的14个部落 台东县政府跟各公所正在做发包施工还有做规划设计的 我们要特别拜托我们的台东县政府跟各公所能够按照工程的旗程 如此的来完成我们的重要的这个部落主人的刑建 台东县长饶庆林北南乡厢长许文献 长宾厢厢长潘淑芳以及立委陈寅等人接清零记者会 饶庆林县长对原民会的支持表达感谢 并表示县府将就土地取得提供支持与协助 那但是我们发觉无法顺利发包的情形 就是刚刚主委提醒静零的 就是在土地的取得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在县府内我们自己都做了一个小小的内归 我们希望乡镇公所在报这个案之前 要先跟台东县政府来了解土地的状况 我们希望土地的取得几乎在没有太大的问题之下 那我们再来跟原民会拿这笔钱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在行政作业流程上来协助相公所 那我们自己也会来做注意在土地取得的部分 一将主委强调聚会所是部落族人日常聚会活动与碎石寄宜的聚会场所 为部落文化传承的重要枢纽 对部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原民会将持续提供支持 也希望县府与各乡镇市公所加快执行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